吉隆坡国际机场单轨列车 频频故障 不仅造成乘客的不便 还有损国家形象 对此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指出 两列单轨列车的升级项目 正在进行中 其中一列单轨列车 预计明年投入运作 我们做到决筏肓筹 为第一次训练 陆兆福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回答国盟瓜拉吉赖区 国会议员阿都拉迪的 附加提问时指出 旧有的列车已经服务了25年 寿命周期早已结束 但是当局迟迟没能做出决定 替换列车 而被迫暂停这项服务 他还说 尽管单轨列车项目 是机场控股公司 负责管理的项目 不在交通部职责范围 但是部门已经要求公司 务必在原定时间 或更早完成修复工作 避免构成更多负面影响